你就是那个死老鬼训练出来 要对付我的那个人吗 我是来替紫眼珠算账 眼前这两个交战的男人 一个叫花耳龙 一个叫瑶龙 他们都是八百龙的杀手 八百龙是二十世纪末出现的一个神秘组织 里面的成员都是拥有特殊功能的艺人 个个伸手不凡 都是一顶一的高手 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处 彼此之间并不认识 全部由被一个名叫泪七龙的人所管辖 这天花龙二叛变 逃离了八百龙 投靠在泪七龙的死对头祭秋堂的门下 泪七龙怕花龙二把组织里成员的信息泄露出去 联盟召开了紧急会议 让组织里的成员 抢先一步找到一个名叫桌球的男人 桌球是组织里的联络员 手上有一个名册 里面是组织里所有成员的信息 但在几年前 他因为一个女人背叛了组织 逃了出去 为了尽早拿回名册 泪七龙找到了桌球的妻子 从他手里 接获了桌球寄回来的信件 桌球在信件里说 他如今带着女儿小军 养女小美 养子姚龙 在苏联街头卖艺为生 三人在街上卖艺的表演 殊不知 危险正在向他们悄悄靠近 泪七龙原本想拿他们开刀 但看到姚龙的表演后 改变了主意 姚龙从小在习舞方面就天赋一饼 在桌球的吸心引导下 更是习得了一身好功夫 泪七龙看重他的才能 想要将他收入麾下 晚上 桌球接到了雷七龙的电话 知道雷七龙马上就要找到自己 桌球非常害怕 连睡觉都带着枪 不过 先一步找到他的不是雷七龙 而是季秋堂的杀手 黑岛 桌球不想交出名册 但奈何黑岛的实力太强 他想要活命 就不得不屈服 无奈 只能带着黑岛去藏匿名册的地点 路途中他们遇到了雷七龙派来的杀手 小白 小白实力不凡 拿出短刀对着黑岛就冲了上去 结果打了几个来回后 被黑岛一脚踢飞了 小白见不是对手 边打边退 黑岛步步紧逼 最后将小白斩杀 在两人打斗的过程中 桌球偷偷跑了回来 一开门 却发现雷七龙早已等候多时 看见雷七龙 桌球想也没想直接跪了下去 求他放过自己的家人 除了黑岛之外 雷七龙让桌球把摇龙也带上车 桌球虽然疑惑 但也不敢多问 只能照做 就这样 一行人上了火车 为了方便行事 桌球买了车厢两头的车票 分开来做 其实 摇龙跟小美两人不仅是兄妹 也是情侣 两人都是桌球领养的孩子 没有血缘关系 在一起时间长了 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 怕万一出事伤到小美 桌球特地将她跟小军安排到了一边 与此同时 黑岛跟雷七龙两人在另一个包厢碰上 原来 黑岛曾经也是八百龙的人 后来叛逃组织 投奔了季修堂 面对叛徒 雷七龙没有丝毫留情 一掌将黑岛拍死 解决了黑岛后 雷七龙再次找到了桌球 顺利拿到了名册 雷七龙把想要培养 摇龙当杀手的事情说了出来 怕桌球泄露秘密 最终选择将她灭口 小军过来找桌球聊天 发现桌球被杀 还没来得及尖叫 就被雷七龙扭断了脖子 小美过来找小军 一开门看到了小军的尸体 她慌乱地叫摇龙 但此时的摇龙 被雷七龙用桌球的尸体 引到了包间 等小美赶到时 雷七龙已经带着被打晕的摇龙 跳下了火车 一段时间后 摇龙在八百龙的基地里 醒了过来 不过醒来后的她失去了记忆 雷七龙趁机称 自己是摇龙的救命恩人 小师妹还给摇龙编了一个身份 说她母亲是军纪 她的父亲是岳贡 摇龙不信 雷七龙就趁机告诉她 跟她学功夫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摇龙不干想要离开 雷七龙甩出白布将她拦下 紧接着又甩出脚铐将她拴住 就这样 摇龙被迫留了下来 为了培养摇龙 雷七龙每天都会对她进行非常严苛的训练 就连睡觉都让她倒着睡 你怎么用脚来炒菜呀 如果脚不听话就没饭吃了 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 摇龙跟小师妹越发的熟络 小师妹年龄小 功夫差还没有资格成为杀手 只能每天留在基地陪雷七龙 现在多了一个摇龙 她整个人开心了很多 每天想方设法地带着摇龙玩 也正是因为有她的存在 让摇龙在七弟的日子里好过了很多 这天 摇龙想要挑战雷七龙 雷七龙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过了几招 最后摇龙完败 从那之后 摇龙开始潜心学功夫 就连雷七龙让她在滚烫的沙石中炒壳套 都没有怨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魔鬼训练 她的功夫存在质的飞跃 这天 花龙二约大师姐吃饭 大师姐把雷七龙训练摇龙的事情告诉了她 大师姐在花龙二的校缩下 也背叛了组织 为了以绝后患 他们商量了一番 决定铲除摇龙 另一边 小师妹知道摇龙对自由的向往 于是 趁雷七龙赎碎时 打开摇龙的脚镣 放她离开 不过不巧的是 花龙二带着手下此时找了过来 摇龙跟杀手在林中交战 花龙二则闯入室内 与雷七龙正面交锋 混乱中 花龙二将小师妹当成了摇龙 一刀了结了她的性命 雷七龙看到后悲愤不已 朝着花龙二不断地攻击 愤怒战胜了她的理智 打乱了她的武功章法 让花龙二看出了破绽 一刀将她刺伤 就在花龙二准备杀了她时 组织里的一人虎风凌及时赶到 花龙二见情况不妙 果断逃离了现场 雷七龙受了重伤 无暇顾及摇龙 让虎风凌将她引开 随后 虎风凌将摇龙引到了森林深处 为了不暴露身份 虎风凌将自己装扮成了老太太的模样 与摇龙交手 俩人在木桩上打了几个回合 摇龙趁虎风凌不备 一把将她的面具撕了进来 身体暴露了 虎风凌索性卸下了北桩 露出了一副较好的皮囊 虽然虎风凌是个美人 但摇龙没有丝毫怜香惜语 下手狠辣 招招致命 不过她还不是虎风凌的对手 最后被虎风凌用发簪刺中的穴位 晕了过去 为了让摇龙永远臣服于组织 虎风凌对摇龙进行了深度催眠 并在摇龙的背上 刺了属于八百龙杀手的印记 被虎风凌催眠后 摇龙成了真正的杀手 虎风凌让她去刺杀负伤李东 她毫不犹豫地应下了 还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 摇龙在屋内整理武器 一个杀手伪装成服务员闯进来 好在摇龙警惕性高 第一时间意识到了危险 没有让杀手得逞 摇龙用脚拿尖刀不停地向杀手攻击 逼得杀手节节败退 最后跳窗而逃 摇龙一路追踪 来到了宫殿市 发现杀手原来是虎风凌的手下 他是谁啊 他是你的助手 王德元 虎风凌让阿德做摇龙的助手 一方面是为了监视他 另一方面 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你下一次的行动 就是对付日本最大的首领 虎风凌让摇龙去刺杀季秋堂 季秋堂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身边保镖无数 还有警察为他保驾护航 为了除掉他 八百龙准备了很长时间 很早之前 就向大师姐拍到了季秋堂的身边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师姐早已叛变 另一边 摇龙准备行动 在楼下与小美擦肩而过 小美看到了摇龙 但摇龙戴着面具 她一时间不敢确认 季秋堂在一群人的簇拥下 双手一背 淡定地往前走 结果走到门口 摇龙突然从天而降 吓得保镖们乱成一团 联盟保护季秋堂撤离 就在这时 阿德汽车出现 拿着手枪不断地扫射 干掉了季秋堂的一群小弟 看着一群人狼狈的样子 季秋堂脑子一热冲上去 想将摇龙一举拿下 结果被摇龙一枪爆头 最后惨死在街头 任务完成 两人迅速离开这里 小美此时赶了过来 见状大声喊出了摇龙的名字 正巧被想要追击的新田听到 新田将小美带到了警局 想从小美口中得到一些线索 但小美不确定 那个人是不是摇龙 什么也没说 新田连哄带骗 还吓唬小美说 摇龙很可能会将她灭口 小美不以为然 没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晚上回到家 小美不断回想今天看到的画面 她觉得是摇龙 但没看到正脸 她也不敢确定 找了那么久 她怕了 怕再次让自己失望 索性不再去想 休息了一会儿 小美准备洗澡睡觉 就在这时 摇龙找上门来 失去记忆的她 已经忘记了小美 此次前来 只是为了杀人灭口 听到动静 小美出来查看 但是开门后 看到摇龙拿枪对了自己 你是不是摇龙 不是 我的名字叫自由人 听到声音 小美更加确定 眼前的人就是摇龙 她让摇龙摘下面具 摇龙听话取了下来 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面孔 小美有些恍惚 就在这时 屋内突然响起一阵枪声 是记忆修团的手下前来寻仇 见对方火力太猛 摇龙躲在屋顶偷袭 成功解决掉了两个杀手 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杀手举枪 想要杀了摇龙 这时 阿德正巧赶到 枪男人一枪击毙 最后还打伤了小美 虽然摇龙失忆了 但她对小美还是不一样的 见小美受伤 她不顾阿德的反对 果断带她回基地治疗 虎风铃不知道小美 就是摇龙吃钱的女朋友 以为摇龙是对小美 动了恻隐之心 就没有放在心上 继续给摇龙安排任务 让她跟自己理应外合 杀了花龙二 第二天 花龙二跟大师姐 一起来教堂 拜祭祭修堂 虎风铃伪装成修女 款款而来 向他们拦了下来 花龙二随手将圣书丢给了心田 心田看也没看 又随手将圣书丢进了箱子 葬礼开始了 心田站在门口抽烟 忽然 他听到箱子里有一响 随着一声巨响 箱子发生了爆炸 虎风铃看到后 当即掏出枪开干 大战一触即发 听到爆炸 里面的众人还没反应 摇龙就从楼上一跃而下 一枪干掉了金发男 作为曾经的顶级杀手 花龙二怎么能忍受别人在自己的面前嚣张 当即追着摇龙打了起来 两人你追我赶 一路打到了教堂的钟楼 在这里进行最后的决战 上次花龙二就是奔着摇龙去的 结果 摇龙没杀成 还促杀了小师妹 花龙二虽然背叛了组织 但他对组织里的人 还是有感情的 他把小师妹的死 怪罪到摇龙身上 想要杀了摇龙泄愤 结果最后被摇龙反杀 干掉花龙二 摇龙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大师姐就提香赶到 开始疯狂射击 不过全部被摇龙躲了过去 一击未中 大师姐没有就此放弃 反而开始跟摇龙近身搏战 但他哪里是摇龙的对手 没过两招就被摇龙制服 好在摇龙不杀女人 只是在他的胸口留了一刀 祭秋堂死了 花龙二死了 大师姐失去了靠山 他非常愤怒 于是他开始勾引新田 新田没把持住 落进了他的圈套 他把两人恩爱的视频 录了下来 威胁新田 帮他抓回凶手 然后把尸体给他带回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是一个坏女人 另一边 虎风铃找到了小美 小美是证人 看到了摇龙杀人 所以不得不出 虎风铃刚拿出短刀 摇龙就闯了下来 为了救小美 摇龙第一次违抗虎风铃的命令 跟虎风铃在淋浴间打了起来 小美听到动静出来查看 差点被虎风铃所杀 好在摇龙眼急手快 把她救了起来 为了防止虎风铃找到她 摇龙对她躲了起来 此后的日子里 摇龙在小美的引导下 慢慢开始恢复记忆 然而好景不长 这天 摇龙在带着小美出来玩时 看到了虎风铃的身影 担心她伤害小美 摇龙追出去将她制服 虎风铃见此伤心欲绝 寒泪离开 晚上 两人找了个酒店休息 结果还没躺两分钟 新田就带人找了过来 好在摇龙警惕性高 准备充足 成功摆脱了新田 转头在楼下又碰到了阿德 不过 阿德不是来杀她的 而是要帮她离开 另一边 新田联系边防军队 围堵摇龙 摇龙没想到她会这么做 落入了她的圈套 经过一番激战 最后在虎风铃的帮助下逃了出去 不过不幸的是 小美落到了大师姐的手里 大师姐把小美带到 泪七龙的面前 向泪七龙认错 泪七龙最痛恨的就是叛徒 怎么会轻易饶了她 一刀了结了她的性命 不过 泪七龙没有杀了小美 而是把她吊了起来 等着摇龙上门 跟摇龙做个了断 没过多久 摇龙来到了基地 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打了起来 虽然泪七龙是摇龙的师父 但摇龙天赋异禀 早就超越了泪七龙 最后将泪七龙一刀刺死 顺利救下了小美 泪七龙死了 摇龙自由了 虽然她没有恢复记忆 但还是坚定地跟小美走到了一起 好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